回到節目時間 入伙大約2個月的紅磡FIFA 累積有3宗租務成交 現在有7個租盤 一房月租有13000元起 赤租最低大約39元 驗收的單位就是一房間隔 大約330呎 業主買來自住 客廳兩邊側窗開啟方向 未有考慮到附近的環境 不理身外通風 單位的手工問題亦是多少 包括房門彎曲 以及廚房窗戶有機會漏水等等 長實發展的FIFA 兩年前開售 受批折實赤價15000多元 較當時同區同時期推出的 新款奧營低大約2成 嚴秀這房間單位 業主結468萬買入自住 赤價大約14000元 長型客飯廳170多呎 左右兩邊設有大幅窗戶 令室內實場減少 逆後擺放傢俬時 可能要左度右度 部分甚至要放上窗台 始終它現在有一個緊窗 如果再放一些高身的傢俬遮蓋 都是有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你的傢俬 如果你做一些入場傢俬的話 你將來真的要維修 或者要染窗 其實你的傢俬也要將它 拿開而走 這是將來它也要想的地方 近大門一邊窗戶對出是外牆和喉管 未能達到建築物條例既定的採光和通風要求 變相左邊亦有較多可以開啟的窗戶 不過設計未有考慮附近環境 現在即使打開窗 都未必有助通風 窗的開法都是向左手邊開的 其實這風就這樣來 即是在我這個方向這樣來 變成這樣開 其實窗葉本身已經擋了這風 另外窗骨變多了之後 其實對於景觀亦會有影響 FIVA供應75個單位 廚房一律是開放式設計 空間有限 廚物空間不多 位亦都比較淺窄 升盤對出的位置有頂掛式窗戶 檢查後發現未能鎖貼 一後有漏水風險 鎖了之後 有一點點沒得到 因為這邊我一開窗戶後 它都挺好風 所以我相信如果下雨的時候 剛剛吹這邊風 有很多雨水都會打到窗戶 所以我建議這窗戶 立即把窗戶鎖 把窗戶鎖貼一點 這樣會好一點 單位的房間大約60呎 房門彎彎曲曲 好像扁認 我們看到底部已經關閉到貼了 一直走上來 最高位置離開了差不多1cm 其實亂得很重要 所以就算中間沒有1cm那麼多 鎖離已經對不到鎖片 所以導致就關不了門 要勾勾很大力拉直門 這樣才能關閉 房間的窗戶跟客廳一樣 有著人多車多的碼頭圍道 只是安裝單層玻璃 當然未能夠隔陰 房間另一邊窗望向舊樓裙 現在我們身處的單位 是一個低層的位置 其實高層是有海景的 發電商希望盡量把窗戶做大一點 令到海景的景觀可以多拿一些 以房間可用空間推算 日後業處可能要在靠窗的位置 擺放衣櫃 這個位置都挺適合的 但如果它訂造一個衣櫃在這個位置 它就變成會遮住了這個窗 要留意 因為這個窗 其實如果將來有什麼滲漏的時候 你做一個緊的衣櫃在這裡 其實都是會阻害到 你發現一些問題的地方 浴室35呎 對出有工作平台 浴室門和工作平台門 同時打開就會出現這個情況 當打開這個工作平台的門的時候 我發覺都挺大風的 而這隻門本身就比較輕 而且它似乎就留了一個裝置 就是撐住這扇門 可能就是做一個勾 勾住這扇門 或者有些磁石的裝置 撐住這扇門 另外鏡櫃沒有加裝防撞膠粒 或者防撞鏈 用起來叫加倍小心 而赤紙櫃未入伙已經生壽